休闲时光怎么过 如何让日常变得丰富有趣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三款提升生活品质且有意思的APP Blueprint尝试有趣的手工艺品 除了学习课程外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封营自己的业余时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到Blueprint尝试设计和制作令人惊艳的手工艺品 在这里你会发现缝纫 腊染 勾针变织甚至甜点制作都会变得如此简单 这些专家指导的课程不会让初次体验者望而却步 反而是用有趣的方式激发大家的学习欲望 现在就可以为你和你的家人DIY一些口罩了 Airbnb在线体验 了解另一种文化 对于Airbnb的认知还只停留在假期出租屋吗 如今他可是在全球率先启动了在线体验的试点项目 他将打破出行限制与社交距离等现实问题 旨在用全新方式鼓励人们在家中轻松与他人交流 云游世界或是赚取收入 共度新冠疫情危机 这个项目为不变外出的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体验选择 无论是学习新技能还是进行身临其境的游览 您都可以从遍布全球30个国家的50种虚拟Airbnb体验中进行选择 从纽约市的专家那里获得咖啡的财富阅读 或者在马拉克时与家人一起上烹饪课 亦或是参加伦敦的哈利波特徒步之旅 都可以使在家旅行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所有的在线体验都将在Zoom上举行 参与费用从1美元到40美元不等 它不仅可以帮助那些热衷于旅游的人们 解决旅行和探索问题 更可以解锁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 OpenFit 开发新的锻炼程序 疫情期间无法上健身房 但可以借助OpenFit在家里尝试新的锻炼程序 你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认证培训师那里 收看到数千次现场直播和点播健身 如果你真的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甚至可以在OpenFit应用中制定个性化的用餐计划 谁说居家会长肉 营养健身全都有 希望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新鲜的课程 可以让大家居家过后来个华丽的转身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魅力中国中文电视 或订阅YouTube频道CharmingChina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魅力世界和我们保持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不见不散